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选这个牛肉是黄牛肉 黄牛肉 还有水牛肉 对吧 我们市场大致就是黄牛肉跟水牛肉 那怎么来区别 刚说从颜色外观 颜色水牛肉比较深 纹路比较粗 黄牛肉颜色比较浅 纹路比较细致 哦 就是这个色浅 纹路细 这个就是黄牛肉 那今天我们选的这个牛肉是哪个部位的黄牛肉 我们今天选的这个黄牛肉呢 是这个黄瓜条 黄瓜条 这是专业术语 是吧 那就是说我要去买那个牛肉 我到这个店里边给老板说 卖肉师傅 我来一个黄瓜条 他就知道了 没错 没错 牛肉呢 我们一般呢 要给它切成柳叶片 柳叶片 柳叶片呢 不是薄 就是呢 要像柳叶形的长形片 长形的 炒起来会很鲜嫩 来 看 这个是逆着刀切 还是顺着纹路切 这个 你看 这个纹路是这样的 我们呢 要呛着它切 这样切出来 味道炒出来这个肉感会更香一些 来 正所谓的横切牛羊 竖切猪 来 看 我们切这个片呢 一定要像我们的这个硬币的薄厚 硬币薄厚就可以了 这样你吃这个口感会好 冬天吃点牛肉真的是很好 牛肉它是属于那个蛋白质比较高 但是呢 又属于低脂肪 低热量 据说这个孕妇到了中晚期的时候啊 医生都会建议啊 多吃点这个牛肉 切好了哈 没错 好 下面呢 我们要把牛肉啊 腌一下 我们要使用这个东西 这个是什么呀 尝一尝 这 这不是酒吧 你别让我喝醉了 尝一尝 好 可乐 哎 可乐 可乐呢 用来腌牛肉 可乐也不是用啤酒吗 哎 啤酒呢 它这个啤酒花啊 有微微的苦涩 嗯 这个可乐呢 我们利用它的这个碳酸固制啊 使这个牛肉更加的软化 鲜嫩 好 我们呢 加两勺 就可以了 然后给它 来 稍微的拌一拌 嗯 拌一拌呢 先让它吸收一下 哦 这个时候还先不用加盐 哎 对 如果说你马上加盐的话呢 你刚吸收进的汁 嗯 又会 啊 杀出来了 哦 哎 你看啊 好的 一点水分都没有了 好 这个时候我们加入盐 来点盐 哎 黑胡椒 嗯 说到这个胡椒啊 这个胡椒呢是 产自印度的一种香料 我记得我以前啊看过这个 爱德华几本写的有一本书叫 古罗马帝国衰亡史 里边就提到了这个黑胡椒 说这个在当时的古罗马 这个只有贵族才能享用的一种供品 你看现在 那会儿在皇宫里边能够享受的东西 现在我们老百姓也可以吃到了 哎 所以正所谓是昔日帝王家 今日日百姓家 没错 哎 好 看 嗯 好香 这个呢 哎 这是呢完全的渗入里面了 然后加入酱油 料酒 来 加一点料酒 一勺 两勺 两勺 嗯 经过这样的腌制 你看看 表面会有一层保护膜 哦 就把这个牛肉 有份光亮的东西 哎 让这个牛肉 给它穿上一层外衣了 对 嗯 然后呢 还要再给它穿上一层衣服 还要穿一层衣服 对了 冬天到了 多穿暖和一点了 就是生粉 哎 生粉 哎 我知道生粉是让这个牛肉 显得 哎 待会调出来更嫩滑一些 我们呢 脚打的时候呢 一定要朝着一个方向来打它 哎 这个朝一个方向有什么作用吗 哎 这二呢 就使它呢 这个粒受得很均匀 嗯 这个汁呢 就不会说 因为我们来回地打而渗出 嗯 那铁康师傅这个腌要腌多长时间 哎 这个呢 大概腌它三到五分钟 哦 哎 然后最后来点油 来一点生油 嗯 拌一拌 哎 好 咱们腌这个肉放油也是起到什么作用啊 来一会儿我们炒的时候呢 它不会粘连 嗯 先不要着急放哎 要把锅给它涮一下 涮一下 哎 让它的表面全嗯 蘸上油 嗯 然后呢 把火要调成小火 中小火 嗯 然后 把牛肉 把牛肉放进去 哦 其实这样也是保持这个牛肉的这个滑嫩感 哎 放进去以后呢 不要着急 去动它 哦 是不能翻动 哎 对 就得铲 没错 哦 好 底下呢 已经变白了 然后呢 改成大火了 哎 看 能晃动了 啊 能晃动的时候 我们呢 就可以给它 哎 翻炒 好 看 现在呢 已经达到四成半熟了 嗯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加入 小红椒 野山椒 嗯 哎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还要注意火的变化 改成 火又变了 中火 对中火 哎 哦 中火为了是什么呢 让它啊 表面有一个持久的这个 啊 保护层 嗯 好 下面呢 我们就可以放 料酒 来点料酒 这个料酒两勺就够了 哎 然后呢 加入一点点的 盐 来点盐 哎 然后呢 来一点糖 嗯 哎 好 来一点老抽 上色 颜色更加的漂亮了 哎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把 美人椒 哎 是把能够变美的美人椒 芹菜 西芹 放进去 哎 这个时候呢 改成大火 哦 其实在这个炒的过程里边 主要是这个火候的把握 特别重要 哎 没错 嗯 好 下面呢 我们就 哎 翻锅 翻锅 哎呀 把这个呢 给它炒匀 出香 我们就可以出锅了 好 好嘞 怎么样 您是不是学到了几手 将牛肉切成柳叶片 然后用可乐腌制 还要加入生粉 生油 这样才能保证牛肉的鲜嫩可口 炒的时候 先开中火 不要翻炒 下面的牛肉稍微变色 改大火 能晃动了再翻炒 加入小红椒 野山椒 炒匀 出香味 看我用这个 我们今天用这个可乐哈 腌过的牛肉是怎么样 怎么样 非常的有弹性 而且是特别的滑闷 哎 肉味十足 而且配上这个美人姜的这个辣味之后 里边就是又香又辣 所以这个菜的口味就是香辣 没错 没错 就这个今天 我们送给大家的小炒黄牛肉 您一定试试 嗯 祝大家有一个好胃口 天天饮食 我们明天再见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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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